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兄 陈学兴陈老师 今天台北股市的一个行情 真的是相当的一个恐怖 昨天美股不是上演 旌旗大逆转 直稳的一个收红上来 但是为什么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反而又跌下去了呢 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都在问 哇今天又下跌下来了 怎么办 今年是否可以报股来过年 那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到底要哪些的一个好股 逢低反而可以来找买点 但是哪些的个股 反弹反而要懂得找卖点 我想这些你一定要非常的一个清楚 千万不要老鼠老虎 傻傻的分不清楚 这样就不太好了 那么到底今年台股 可不可以报股来过年 我想可不可以报股来过年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就是在农历年 这段的一个期间 那么整个美股的变化 到底会怎么走 如果说这段的一个期间 美股还有下山拉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压力的话 那对于新春农历年后的一个开红盘的一个台北股市 自然就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但是如果这段的一个期间 美股因为它已经先大的一段 已经怎样先做拉回了 那先做拉回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这段的期间 要是美股可望的一个回稳上来 那么对于台股在农历年后的一个开红盘 当然相对会带来非常大的助力 那么到底美股在这段的一个期间 是否还有下山拉回的一个风险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美股的下山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包括美国联储会的一个升级缩表的一个预期 还有跟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一个战火 可能会一处的一个激发 那么最主要的 那可能我想还是市场的一个这样 一些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构 对于整个这个拜登 投以整个这个施政的一个满意度 投以不信任何的一个关系 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可以看到 从美国四年期的一个公债值利率来看 在1月19号见到1.8988的一个新高之后 连三天的一个回落下来 那么显然在今天晚上 美国联储会即将的一个这样 召开的一个利率会议 那我想市场上都已经充分反映的 美国联储会的一个升级预期 所以对于这一项的一个因素的影响 我想应该渴望 逐步的一个淡化 这一点呢 我们从在昨天的一个稻球 你看昨天的一个稻球 一度杀了一千多点 然后尾盘能够逆转的一个 翻红的一个上海 上演 惊奇大逆转 包括的一个 的一个纳斯达克指数 盘中一度大跌了一个4.9% 但是你可以看到尾盘竟然能够怎么样翻红上来 甚至包括这个非半指数也是一样 盘中一度大跌5点多% 但是尾盘同样能够翻红上来 所以显然随着一个美股 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回档 以达到的一个满足点之下 并且又能够收止跌的一个长红棒 那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 在年价这段的一个期间 你认为美股还会再奔跌下去吗 包括的一个 纳斯达克或是非半指数也好 跟我们台股联动相对密切的一个 关系的一个个股 你觉得还会再奔跌下去吗 如果说你觉得不会的话 那么我想对于今天的一个 震荡的一个拉回 大家也并不需要这么的一个恐慌或担心 那么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尤其台湾拥有台积电 随着一个台积电法说报息 拥有护国神山台积电神工护体 那么预期在台积电 在今年渴望加速成长的一个带动之下 那么这些都渴望为台股 吃下一颗的一个定心丸 再来再套的一个外销的一个订单 续创新高 并且第一季不看淡 那你要知道外销订单 这是在反映对于未来的一个景气的一个这样 景气好坏的一个预期 那既然外销订单能够续创新高 第一季并不看淡 那么选见在整个的一个国内的一个经济 仍然是持稳不变之下 包括的一个制造业生产的指数 连23分再写新高 所以对于整个的一个台北股市来说的话 虽然短线在这个地方 还会做震荡 但是在震荡的一个拉回的一个同时 我问各位你需不需要过于紧张或担心 我想到也不必啦 那尤其最近从新春开放盘 雨夜4号到现在为止 你可以看到啊 融资与上市贵合计是 减幅达到的一个超过的一个300亿元 那一般投资朋友在这个地方 都相对来讲的一个非常的一个谨慎 相信今天的融资啊 也应该是做减回的 所以预期在农历年的新春开放盘后 那么台北股市应该表现应该不至于太差 那我想这一点各位大可放心 但是你说在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马上就可以V转上去 当然也不是 那如果说他要V转上去 当然有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 就是啊 当后市抗跌的时候 弱势股代表趋势的方向 当后市看涨的时候 强势股代表趋势的未来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同时又可以看到的一个强势股 有些强势股续创新高 但是有些的一个弱势股反而 持续下杀在破底 所以面对的一个牛熊啊 并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 重点还是在各股 尤其明天是最后一天的一个交易日 那明天最后一天的交易日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 也就是说 你到底哪些的一个股票 在这个地方反而可以报股来过年 但是哪些的股票反弹上来 你反而要懂得找卖点 我想这些你都一定要知道 那么到底哪些股票可以报股过年 或是反而要懂得找卖点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那这档的一个热市 电机类股的热市 也是上礼拜大兄在工商时报 跟投资朋友推荐分享的一档股票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最近表现非常的强 连拉三根的一个涨停板 为什么能够表现的一个这么的一个强 除了整个的一个产业面 渴望匹吉泰来翻身成长之外 然后再加上的一个低档量增 让人家温止跌漆漆弧现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最近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一旦低档量增 有大能格加持 哇这种股票最近都表现 非常的一个凶悍 那今天再创新高 当然这种股票在农历年奉关之前 它已经率先的一个上涨上来 那我相信明天应该 这档股票表现应该也不至于太差 但是我不是叫大家去做最高 因为它已经怎么样 已经先做反弹了 那么像这样的股票通常先做反弹 在明天的一个封关日 我反而会倾向 建议大家要懂得怎么样 见好就收 包括游戏类股也是一样 也是我在工商时报跟阿祖 推荐的一个华谊 同样是游戏类股 你会发现Oh my God 那这些的一个网络 这些游戏类股反而是持续下杀 但是上礼拜 大兄跟阿祖所推荐分享的一个华谊 华谊在工商时报 你可以看到最近 这档股票表现非常的强势 连拉两根的一个涨停牌 那么同样的 因为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获利表现优于一起 而且在今年 要推三款的一个游戏 强攻年价跟行价的一个商机 同样的低党量的加温止跌气息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近这些股票都看地把从大涨上来 当然它已经先大涨上来了 那今天再创新高 那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明天封关 如果有持续做价本能上来 我就不建议大家去做做价 这种股票反而可以怎么样 反而可以见好就收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像连接限速的一个大厂的一个 帽连可以玩 帽连可以玩 最近的一个成交量 哇不错 最近表现不错 你可以看到 尤其它完成的一个 德山旗下工业的一个 应用事业型的一个 百分之百的一个 股价的一个收购之后 在并入了一个这样 IMEG之后 不仅可以大举提升的一个 帽连的一个 未来的美股的一个获利 更可扩充 大举扩充它在 欧盟的一个客户型跟生产的能力 那么其中更有利于 它在整个的一个 汽车医疗跟数据中心 这些的一个 营收的一个规模 所以整个的一个 云运跟怎样 这个获利 产业处在成长 向上的一个趋势是上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最近的一个成交量 才刚刚的一个 做一个这样 加温的一个上涨上来 趋势在多方的股票 反而这种股票拉回 反而是可以来找买点 所以很多的一个股票 到底在这个地方 是反弹要懂得卖 还是拉回 可以来做一个留意 我想很多东西 是美美的 我想这些你都要 非常的清楚 比如说 昨天跟他所报告的 一个电子商务的 一个富邦媒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最近富邦媒 会一路跌跌不修 因为现在的一个 电商竞争平台 非常的激烈 那么因为竞争 跌跌的关系 所以营业的一个净利率 可能会因为竞争的关系 而下滑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近这些股票破线 破线转落下来 一路的一个这样 一路的一个下沙 今天甚至持续下沙的 一个跌顶版 光是这样几天的下沙 就跌掉了一个三十几% 那么对于这些 趋势在空方的股票 那这些股票 如果你手上 你真的不信 我有这些股票 反而你就要懂得怎么样 找卖点 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森达科 也是一样 地狗达卫星的一个概念股 也是搭胸在去年 10月12号 送给大家的 一级炸裂的一档股票 你可以看到 当时候在79块半 你看都有迅循为证 当时候 我怎么带会员朋友来操作 但是股价都已经 大涨一波上来了 随着基期垫高 基期垫高 高基期这个时候涨高股 就会带来什么 就会带来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风险 所以果不其然 最近怎么样 开始做一个这样 震荡的拉回 那像这类的一个股票 你看破线转弱趋势 进入了一个空方的个股 那如果你手上有这种股票 反弹就要懂得怎么样 找卖点 那包括的一个 元宇宙概念股的一个 红达电 威胜 威数都一样 这些在去年的时候 哇市场非常疯狂 甚至很多的一个专家 可能会带你去怎么样 去做追逐 但是当股价上涨上来的时候 这种炒作体材的一个炒作的股票 我也跟大家说过 来得快去的眼快 往往你看到涨的时候 你异常勇敢 贸然去做抢劲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类的股票 最近的一个这样 这个股价 真的是杀身浓了 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红塔电 你看去年都还是亏钱的 那包括的一个威胜也是一样 第一季虽然有转投资的一个收益 但是第二季第三季 反而是怎样 转云为亏 你看这种这些股票 它的一个最近的一个 的一个下沙的一个拉回的一个 的一个弧度都非常的一个凶悍 包括威数也是一样 哇最近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 就跌掉了个市场 甚至它的一个获利还是亏钱的 只因为元宇宙 炒一个元宇宙的关系 带动股价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标涨的一个上来 但是对于这些的一个股票 它迫现转落了 趋势进入了一个空方 如果你手上有这些的一个股票 你反而要懂得反弹早卖点 那么甚至包括这个AI机器人的 一个索罗门也是一样 昨天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你可以看到上礼拜四涨停板 但是礼拜五马上 马上的一个下沙转落下来 趋势进入空方 那对这些的一个股票 你如果手上有的话 你就是要懂得怎么样 反弹早卖点 当然不止这些 当然还有很多股票 但是有些股票 今天虽然还是下沙的 比如说像立志 我之前很抗跌 电源管理IC 那今天进入股谍 那才刚进入股谍的一个股票 这种股票我就比较不建议 报股过年 但是立望它已经怎么样 下沙一波了 下沙一波了 已经修正一大段了 那虽然它的一个落底的一个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还没有浮现 但是如果像这些股票你跳在高点的话 我认为在线上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你是不是要去 要去做杀踢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还可以再看看 因为毕竟它不是一档坏股票 它是一档好股票 包括的一个第三代半导体的一个 汉蕾或亚信 那这些这个股票 基本上汉蕾也是好公司 那我想这些这个股票 那基本上有些股票我觉得 还是要懂得见好就说 那惠特因为它的一个估值比较偏高 同样mini LOD 为什么当时我带会员朋友 我操作的一个台表科 但是我没有去买惠特 我想这些你都 你都要非常的一个清楚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因为明天就是封关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策略上就如同我昨天跟他说的 第一个 你一定要保留一定比例的一个 现金跟战力 那通常我会建议 至少保证五成或五成以上 俗话说留的青山菜不怕没才烧 你当你拥有的一个这样 这个战力跟子弹之后 那不管在农历年前怎么变化 你农历年后 当有好的一个机会 你才有什么样 你才有子弹 你才有银弹可以再来拼 我想这个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 但是重点还是在于 如果你手上目前握有一些 不对或不会挡的一个杂货电骨 那现在很重要 对这些的一个不对的一个 不会长的杂货电骨 你怎么样以骨换骨 两骨换一骨 三骨换一骨 集中活力也好 换到对的未来会涨的金平股上 非常重要啦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你还是持续抱着这些不会涨的股票 可能农历年后就算大盘涨 那这些股票不见得会上涨 但是如果你懂得去做转换的话 换到对的金平股 有产业情景的一个股票身上 那么农历年后新春开往盘 说明这些的一个股票 能够怎么样 反而就能够的一个大涨上 所以你如果说手上 仍然会有一些不对不会涨的一个股票 你如果不晓得怎么样来处理 来找大师兄 一个转例就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第一点你可以透过9-end 如果你还没加入我们标股新电梯9-end 或Telequake的投资朋友 可以透过9-end或Telequake 那可以在9-end你直接通讯给大师兄 那把你的持股状况写清楚 并且记得留下你的姓名或电话 或是你直接打电话进来 大师兄请进相提 那我会帮你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这样 专业的一个建议 跟参考 只要你愿意跨出这一步 欢转人生的一个机会 就在这个时候 那么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在这个地方 如果有拉回 反而是冯帝可以来做一个留意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像航海王的一个阳明或长龙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长龙 哇长龙最近跌跌不凶 最近回撤连线 回撤起屋要回撤的一个连线 今天最低一度来到110块 那么对于这类的一个股票 再度的一个回撤 那尝试打第二只脚 它已经回撤连线 如果你手上有这些股票 你套在高顶上的话 我个人认为 其实在这个地方 真的并不需要再去杀地了 你如果早一天来找我的话 你可以看到 当时我怎么带会员朋友 一波接着一波大盾上来 从34块1去年 34块1第一波到233 光是这样一波的一个架差 达到5.83倍 然后高档加码当开心 获利换口袋 避开这一波的一个下差的一个拉回之后 然后中间六趟的一个架差的一个操作 又帮会员朋友 又创造了一个高达的一个倍数的一个架差 那在10月28号 我事先就告诉大家 准备测动回军北上 你看大师兄都讲在前面 那这一波再度的一个转上来 那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么这一次的一个长农 这一次在回撤的一个前波的一个支撑 跟连接的一个位置区 我可以告诉大家 机会随时准备弧线 随时准备弧线 那么如果你手上有长农洋民 这些的一个投资朋友 如果你真的不信被套牢的话 你怎么样来操作 你也不知道怎么做 你也要坐大师兄 大师兄来助你一辈之力 再来譬如说 我们可以看到3037的一个信心 像这档的一个股票 为什么我持续看 我常说 可不可以报股过年取决于什么 公司的一个移运的一个状况 跟整个产业前景的一个掌握 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去 在136 142 我们是怎么样带着会员朋友 一路的一个大撞上来 来到247.5 高档顺势啊 把加码单开清 获利换口袋 我破单基本单 我还是抱着 那 随着一个股价的一个下沙的一个拉回 我可以告诉大家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如果有拉回的话 反而要懂得找买点 如果你真的 你没有跟我的脚步 你不信你追 买在高点上 像这种股票下着拉回 我觉得你 你倒不用去怎么样 不用去认赔 可能短线它还会震荡没有错 但是毕竟 在整个那个未来 整个那个IC的一个债板 整个那个产业的一个前景 持续看大好 那IC债板里面的一个指标股 就是看什么 就是看星星 所以IC债板有三档股票嘛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唯独 我就是锁定星星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如果有拉回的话 什么地方会是一个好机会 如果机会来了 我都会在Telequake 跟那样的无视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再来包括的一个创回也是一样 USB的一个干领股的一个创回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你看 为什么可以表现的一个这么强 这就是产业趋势的力量 所以从去年10月23号 10月20号131.5 我们在会面有锁定之后 你看这一波大涨来到222 我相信你也都看到了 那么在今天下沙拉回的过程当中 这档股票竟然还能够表现这么的一个强势 那显然里面有大能哥在 既然有大能哥在 我想这档的一个股票后市还是很精彩 当然短线在这个地方 我并不是叫大家去做最高 但是有拉回的话 像这样具有未来有成长性的好股票 仍然是值得大家来做一个留意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电动车的一个概念股 也都是大胸在一路以来 持续看好的一大的主群 我就告诉大家包括电动车也好 包括的一个这样IC的设计 就是台积电 HPC高效运能所衍生的这些相关的收费股 那这些都是大胸一路以来看好的股票 大胸也都无事跟他一起做分享 比如说像的一个车用二极体 我看好的一个喷层 很多的会员都说 老师喷层我们上次大赚一趟之后 那么这一次的一个喷层又再度的一个拉回 又回测的一个200块 在这个地方可不可以买来报过你 基本上我认为是可以的 基本上我认为 当然我不是叫你重要 我叫你说你可以去建构的一个基本单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你要知道 随着一个电动车的一个时代的来临 尤其 彭城在整个的车用二极体 是目前在全球居于领先的一个地位 而且IGBT成功取得的一个欧洲 中国台湾这些车厂的一个订单 并且全面应用在电动车的一个产品线 包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碳化系的模组 也将会打入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 使得盆成成功卡位 在电动车的浪潮下顺利成功打位 搭上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商机 那对于这样具有成长性的一个掌握的一个股票 随着一个股价的一个拉回修症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反而值得来做一个留意 包括的一个这样电池材料的盆 的一个康普也是一样 高档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 你可以看到最近这些的一个股票表现相对抗跌 当然抗跌什么地方会是一个好机会 如果你想把握你跟上大胸的一个脚步就对了 大胸都会在Nine德国 Telegram 无视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就像顶级松板牛肉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们上一次现赚两根涨停满之后 随着一个股价下沙拉回 我们再低线满回来 你看资党的一个股票 为什么最近的一个表现 能够这么的一个犀利 但是像资产体财概念股的一个上要 重新高1月20号 大胸也在Telegram都贴自己一下 大家有人落跑 有人落跑 我还重复三次不要醉 你看大胸一切都敢讲在前面 这就是我们跟其他表演型专家不同的一个地方 那么最后透过股神巴菲特说的 其实在股票市场上 你不用想得那么的一个复杂 就如同股神巴菲特所言 你要懂得学会以40分钱买一块的东西 但是往往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投资朋友 为什么在股票市场上会输钱 往往都是用一块钱的东西 一块钱去买40分钱的东西 所以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往往都看到涨了的时候 拼命勇敢去追 最高之后结果股价下沙拉回来 也不懂得来做一个换股的一个炒注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在股票市场上 没有能够赚到钱 但是巴菲特为什么在全球 能够登上世界守护 当然有它的一个原因跟理由 所以各位现在的一个投资朋友 如果说你手上有任何套牢的一个持股 那你要怎么处理 那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 有三个步骤非常重要 你怎么样掌握这三个步骤 自负你一生的一个财户 第一个就是手中的持股要懂得太弱流强 不对的股票要换到对的一个股票身上 换到听牌的好股票身上 你唯有这样你才有解套翻身的机会 非常的一个重要 如果说你手上有任何的一个套牢的股票 你不晓得怎么样来处理或转换 没有关系 你可以透过那样的 那直接私讯给大雄 还没加入的投资朋友 赶快去网口赶快查查一下 把你持股状况你把它写清楚 并且记得留下你的一个姓名跟电话 那大雄会很快跟你来做一个联系 或者是你可以透过以下的一个电话 跟我们的一个线上理专人员 来做一个恰选的动作很重要 尤其明天最后一天 那你手上的一个持股 什么样来做转换 哪些股票你要卖 哪些股票你反而你不需要卖 你反而可以来报股过年 我想明天就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 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你可以把遮通电话拨通 跟我们线上理专人员来做一个恰选的动作 02-23219933 02-2329933 让你谈的 轻轻松松 我们明天后一天见我拜拜